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大家好 我是劍斯拉雷 很久沒來拍部落戰了 今天呢就要來分享部落戰的東西 現在要來分享的是九本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次的部落戰 還沒結束還有18個小時其實就是剛開 但是才剛開而已大家都快打完了 因為剛好雙方都是中國部落 今天剛好又是假日 又是晚上 所以兩邊其實打得非常快 那我們這邊只差對方的1號 7號還有12號沒有三星 那對方的話呢 還有一些些還沒打出來 但對方我們是覺得說應該可以打出全部三星 因為他們有一個十分 而且一堆匹配寶寶 所以我們這場可能 或是最後可能是59比60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對方是十分 可能沒有辦法打出三星 好那現在才過不到六個小時 大家都快打完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前面的吧 其實大家都打得蠻精彩的 因為在這一場呢 黃神村有來喔 我們就來先分享一下他的 先分享一個黃神村的狗球 十狗球 好這一個是黃神的 可以看到說對方的牆壁還滿滿的喔 然後牆壁滿的話呢 我們黃神是用跳跳踏上石頭 就是石狗球啦 那對方的女王是二十幾女王 OK二十幾 那四個防空的點呢 順便在這裡喔 圈起來 在這裡 那我們黃神呢 就會選擇從右邊打進來 再來打完石狗球啦 就是要清掉兩個防空加一個女王吧 那黃神就是這樣打 我們來看一下吧 他的配置都是兩個石頭 然後加上兩個狗 然後圓軍再要一隻狗 然後六個法師 反正數量非常的少 那先放一個石頭 再放一個石頭進來 反正數量很少 其實一定要保法師 不能死了 因為如果死掉的話 圓軍會超級難清的 OK 那他方神是等 劍出清得差不多之後 再下一關跳跳 這樣石頭會轉移目標 然後這樣跳跳放的話 石頭也會跟著進來 好女王跟自己的王也進來了 對方圓軍出來呢 帶一罐四級毒藥 下一罐毒 他就帶一罐毒藥而已喔 然後其他都帶法術 然後王牙技能 處理掉對方的王 還有一個防空 現在要處理掉 好第二個防空也處理掉 然後圓軍應該是可以解決掉的 那兩個防空都處理掉之後呢 好像一個吹風機也帶掉了 好女王也處理 圓軍也沒了 這時候就 放狗 他狗從邊邊開始放 要帶陷阱把陷阱吃掉 好 吃滿多陷阱的 再放自己的狗 先把自己圓軍的四級狗放出來之後呢 再放一隻二級狗 所以總共是三條狗 再放一隻狗 上方的防空 下一關狂暴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因為他三隻狗全部都爆開 還蠻猛的 這就算得很細啊 三隻狗全部都爆開 剛剛好 剩餘的時間是還蠻多的 OK三星很厲害 黃聖石狗球 有話說 超強 好現在看的是健身的石狗球 結果之前就開始在練習用石狗球 不過我覺得打的都其實不太好 就算有三星也是有帶一點運氣 嗯前一場是有三星 就是在上一場的播戰的上上場 就上場的播戰啊 有三星 那上一場就沒有 那這一場呢 看荒神打了之後呢 我就來超一下 現學現賣一下 重播 這個就比對方要弱 然後他的科技也弱了一點點 那雙王 就九級 可能八級 結果看女王 女王就九級 那他防空也 沒有升 反正就都六級的防空 那S連路呢 是對地面的 對地面的 所以對打起來還蠻輕鬆的 那我部隊完全是造超 完全沒變過 完全是造超 那他帶長蠅其實 他剛才帶長蠅那邊 是因為下方有 長蠅的盲點喔 所以可以打 那我這場就直接造超 部隊完全沒改過 也是一樣 二狂暴一跳跳 三補 然後一個四級補 那我想要從女王這邊清掉 這種陣型就是 防空 防空女王 反正可以這樣清的 就是可以用狗球去打 援軍的話一樣 就進去再清 不特別硬了 因為如果特別硬出來的話 時間會不夠 石頭直接下出來 那我只有六個法師啊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的法師喔 不會亂下 OK 下一個跳跳 其實我這邊 你看看到 我這邊按暫停 你們看到 我這顆石頭往下跑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意外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往下跑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往下跑 這樣來說應該是要跑進去 他這樣來說 裡面的迫擊砲應該會比較近啊 對吧 他剛才在這個位置 應該離裡面的迫擊砲比較近啊 那說得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跑去下面 好 援軍出來下毒 四級毒 那我是下一個狂暴啦 因為保險一點 用一個石頭跑出去 跑出去 我就下一個狂暴 因為我的雙王等級也不高 怕說不下狂暴的話 清不太掉 好 上面的防空打掉 然後也帶掉水攻擊 然後現在就下面的防空 好 打掉之後呢 馬上放自己的狗 四級狗 從上方放 那我一樣是跟著 反正跟著荒人怎麼打 就怎麼打啦 一個第一個防空放兩隻狗 好 進來就下一個狂暴 然後下一個加速 好 我看到三隻狗 再圍幹一個防空 呵呵 然後我的狗全部都沒有爆開 OK 這樣全部東西幾乎都打掉了 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 可是狗一隻都沒有爆開 三隻狗都沒爆開 加速給大家看吧 我三隻狗全部都還在 那這邊是覺得說 我下太極了 因為第一個防空 我黑球很快就可以梳理掉了 所以我好像下太極了 好 三隻狗 呵呵 第一次三隻狗都沒爆開了 這樣打就會變很慢了 雖然說還是有三星 因為我進攻速度很快 所以都有三星 OK 還行啦 欸 算有學到的東西喔 也是有三星 覺得打的還算可以 好 那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 十八粗 看吧 也是健身我自己打的 後面的話也打得不錯 明天再放上來 有記得的話 好 看看他這個陣型 這其實是我在想說 要天男胖 配天女 還是用十八粗去打 因為他的大炸彈位置其實不好拆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有點運氣 因為我在打十八粗 我在用十八粗的時候 我那時候以為上面這邊只有三格 我就想說 反正他沒有雙炸彈 就用十八粗 就不用用天男胖 我就把部隊取消掉 改成十八粗 那我的打法呢 就是要從女王這邊打 十八粗都先清女王嘛 那我一樣帶三顆石頭 加上圓軍的一顆 三線 然後進來 中間下一關跳跳 那加跳到之後呢 我原本是在講說要不要帶狂暴 可是我其實部隊沒有到特別多 我帶狂暴其實有點浪費 我就帶三萬補息 OK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帶四字女武神 就加速清一些東西喔 因為法師數量我怕法師進不去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打的 我沒有很滿意 可是還是有三星啦 那我覺得不夠滿意 欸 放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石頭下一邊邊 那我這邊的石頭下的特別邊 這兩邊石頭下的很開 為什麼呢 因為下方有吹風機 我怕被吸過去喔 所以下的特別開 OK 邊邊差不多清掉之後 下女王 然後再來炸彈炸開 那我左下的炸彈人呢 是會沒炸開的 因為我沒有注意到迫擊跑 右邊跟正下方 等一下是會炸開的 雖然說我炸彈有多帶啦 可是還是沒注意到 好 下一關跳到在正中間 遠軍出來下毒藥 我是直接下兩關四幾毒 因為我法師根本就沒有幾個進來 而且還被彈掉 好 那左邊我看到法師塔在打石頭 我等一下會下一隻豬 好 先放四隻女武神進來 好 下兩隻豬去清掉 左下方的法師塔 好 女武神四隻進來 我之後下一關補血 去補裡面的部隊 因為反正石頭在扛 女武神受到傷害其實還好 豬這時候就全部從右邊放進來 那我豬的想法就是要讓他這樣子跑 那我知道說他有可能會跑進去 跑進去打了時間多 不過沒關係 跑進去也是會出來的 那其實我運氣還蠻好的 因為對方雙炸彈並沒有放在這邊 這邊只有四個的 那時候沒注意到 所以運氣其實還蠻好的 我以為那邊只有單炸彈 我這邊下了一罐補 是單炸彈沒錯 如果這場是雙炸彈的話 時間就來不及了 那時候打完之後呢 地球就跟我講說 還好上面不是雙炸彈 我就回他說 上面怎麼可能是雙炸彈 我就罵北七 然後就仔細確認一下 哇真的是四個 四乘二 所以運氣還蠻好的 所以運氣還蠻好的 不過打的我覺得沒有滿意啦 因為炸彈沒炸開 然後法師就被彈掉了 而且加上說陣型有點判斷錯誤 沒電了 好啦以上就是三個部落戰 剩下其實大家都打的還蠻好的 然後 OK陸續再放上來 之後就等一號啦 看一號打成怎樣 跟對方能不能幫我們全部三星 OK以上就是這次的部落戰喔 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在下方提問 下次見囉 掰掰 Ernestite vitamin freshman 忘記 檸檬